我同意就是我認為普京 如果他不是想要速戰速決 那我覺得他也是誤判 那所以我覺得說 那麼以速戰速決來講 我覺得普京他小看了烏克蘭的決心 所以他在第一時間 其實包括了美方的將領 他們所評估 俄羅斯投入的軍隊的人數 大約是六萬人 那跟他在整個周圍部署的 二十萬人來看的話 大約是三分之一 所以他確實沒有盡全力 而且你從戰場上面 到目前為止 我們當然不可能看到全貌 可是所呈現出來的 不管是戰車 坦克 或是少數的這些 這個巷戰 槍戰 那你必須要說 他其實沒有大規模的 戰機部隊的出爐 那那個戰機部隊 其實對於滯空權 影響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普京沒有用全力 不管他沒有用全力的原因 背後究竟是他評估錯誤 還是說他可能還覺得說 我只要我只要打了 然後你烏克蘭的居民 就被我震責住了 然後你們可能就會投降 就改變了你的戰局 你的政治上面的一個態勢 又或者是說 他可能覺得 這也是俄羅斯的這個同胞 那我們俄羅斯人不打俄羅斯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原因 目前戰場拖償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認為這樣子的結果 會對於俄羅斯不利 那不會是只有我們這樣評估 如果俄羅斯也是這麼評估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未來戰場勢必要殘忍化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一些死傷 他是非常的大的一個悲劇 可是他跟一般戰爭 或者剛剛這個賴教授 所所比拟的伊拉克戰爭來比 其實他就他的死傷的 慘烈程度來講 他跟一般戰爭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說他真的要把他給殘酷化的話 也就是那我就不再心存任何的僥倖 這時候該轟炸的轟炸 然後該攻擊的 假設他是用這樣子的一個戰術 這個整個的戰勢 升高會讓全世界可能看到更多不忍的一些畫面 這個是我現在目前的評估 那當然我們要觀察的重點 其實因為現在消息面非常混雜 我這邊要提醒大家 烏克蘭跟俄羅斯一定都有假消息 因為他們在作戰 那麼宣傳也是戰爭當中的一環 他不會告訴你真實的狀況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不斷的交叉 比對 交叉比對 目的不是成為宣傳的一部分 目的是希望我們很客觀冷靜的判斷 這場戰事 他會擴大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我們總希望知道的是真實 而並不是成為宣傳的一部分 那麼在觀察的時候 蒂涅伯河或者涅伯河這一條河 以東以西其實就非常的重要 涅伯河以東 烏東地區 他相對來講比較偏俄羅斯 可是哈爾科夫第二大城就在就在烏東地區 那這個哈爾科夫他過去這八年都在跟這一個 這個分離分子就或者這個獨立的這個共和國 一直在作戰當中 所以哈爾科夫 其實他的軍備實力是比其他城市 都要來的強的 哈爾科夫 確實是一個指標 如果俄軍真的拿下哈爾科夫的話 那整個涅伯河以東的地方 我們大概可以判斷 那俄羅斯幾乎都要掌控了 那麼烏西的地方 當然主要的觀察點就是在基輔 好 現在進入了談判 你從俄羅斯調動軍隊的狀態來看 他其實也許要談 但是他顯然是要讓打這件事情升得更高 所以他不會因為談而停止打 相反的在談的過程打的狀況 可能會比我們想像中的嚴峻 這就是那當然目的還是在威責 但我對談判當然不抱太大的樂觀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談判的雙方毫無信任基礎 所以你談不出一個比較像樣的結果 現在這一場戰爭 他可能不是一個像美國所評估的九十六個小時的戰爭 他可能會是一個超過一個星期以上的戰爭 那對全世界來看的話 我們其實會看到更多的殘忍畫面 這一點是歷史上的悲劇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